院子的執行更好玩 研究顯示空氣污染會損害毛狼 所以你看我的頭髮這麼少 國人髮際線高 髮際線越來越高 政府有責任是因為空氣污染 所以他是因為空氣污染這樣子的 所以啊 左榮太說 他撥起一下頭髮說 你我都生存在同樣的環境中 可是我的頭髮就稍微長一點 就比你多一點 這是你自己的問題 那韓國瑜呢 韓國瑜趕快反夾 我最高 我最高 不要再講了 他在質詢什麼 這個頭髮的少跟這個有關係嗎 他也可以這樣講 也不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比喻 他用他自己這個髮際線稍高 來比喻說 是不是跟空氣污染有相關 當然大家認為說 這個比喻有一點牛頭不對馬嘴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見仁見智 那當然我是覺得 但還是可以引起不同的效果 因為 因為那個韓傑的選區 靠近海邊空氣比較好 所以你頭髮蠻多的 是這樣子嗎 除非法際線他也提到空氣污染 這真的是不倫不類的比喻 自己不會是在抗拖 那種感覺啊 就是我覺得這幾次的質詢 我說實話 我是不知道卓院長有沒有覺得很心累 但是我們在立法院看那個轉播的時候 我們是只能說 我真的覺得大師兄果然是大師兄 他這個回答的功力真的是 算是不溫不火 但是又有把這個打回去 你看蘇貞昌講說 蘇貞昌說你看我的頭髮 我沒有頭髮 我是電燈報照亮你們 對不對 蘇貞昌就用這個 可是跟蘇貞昌同一個世代 幾乎是同一年出生的 謝長廷頭髮很多 尤其年輕的時候頭髮很多 老了頭髮比較少 所以啊 跟這個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啊 就是沒有水準啊 就是沒有水準